歡迎收看這次的Torch News 看我們所在的地方是哪裡呢 如此好山好水好青春 看到很多年輕的學生們 正在12345678的坐著超 這個呢就是衛林女中 我們今天在衛林女中 有要辦一個步道會 我們大家都非常興奮 非常多的童工正在預備的當中 你一定也很想要知道 我們在這裡發生什麼事 不過在那之前 有更多關於溫柔的力量的回顧 要讓你知道已經都上線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看一些片段 在團隊裡面 怎麼樣的 你的喜怒哀樂 怎麼樣跟你的團隊能夠分享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碰到 這種主管 或者你的團隊的member 是冷面的 你永遠不知道他到底高興不高興 喜歡不喜歡 難過不難過 這種人其實很恐怖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這樣的人 我覺得我們怎麼樣的適度的可以 跟我們的周遭的人 不管他的位置比你高比你低 是不是跟你一起共識的人 我們怎麼樣的可以把我們的喜怒哀樂 把他的喜怒哀樂 可以我們可以 可以連在一起 可以連在一起的時候呢 這個團隊就會變成一個不一樣的團隊 因為我們教會很注重就是 譬如說我當leader 我最好找一個我們叫2IC 2nd in charge 副 副 副手 對 但是我現在跟我們leader說 你要找兩三個 副是你的人 你哪一天不在的時候 教會還是要運行下去啊 就是重點是 It's not about me 我不是重點 不要想說今天我沒有這個事情做 我就好像沒有意義 It's not about me 因為教會會一直的成長 因為我做的事情太多了 對啊 所以我們要一直複製自己 教會才可以 我們才可以去關注更多的人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會場的裡面 看看下面這好多好多的椅子 今天晚上呢 就會擠進溫靈女中的國中高中 大概800多位的學生 跟我們一同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聚會 現在的時間 我們看到台上的架設 不管是部幕 不管是定位 差不多已經告一個段落 然後呢 其他的同工們都在休息跟預備當中 相信今天晚上的聚會 一定會非常非常非常的令人興奮 那我們來看一些聚會的花絮 這個呢就是今天為了同工的休息 他們在裡面預備我們來突擊他們一下 看看還有誰在裡面 我們來看看今天誰在吃的東西 欸 這裡有 欸 傑森 我們來問一下傑森 傑森 傑森 吃飽了嗎 吃飽了嗎 吃很飽 謝謝 今天晚上你在這裡要準備 擔任什麼樣的服飾呢 今天音樂的服飾我彈吉他 可不可以說一下你現在的心情 跟你對今天晚上的這個聚會的期待 覺得很期望說把這個最好的音樂 和最好的這個Message 選給每一個觀眾每一個小朋友在這邊 接下來我們要訪問的是Susan Susan你應該不是因為太熱 還是太害羞有點臉猴 有 因為我現在有點發燒 是真的嗎 我不知道 還是因為晚上的聚會太興奮了 應該是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你在今天晚上聚會的有什麼期待嗎 期待 期待每一個學生都可以 更找到自己的自信 然後認同自己 然後彼此鼓勵 彼此這樣子 哈囉 新的一天 相信你剛剛已經在片段當中 看到非常多的學生 在威靈女中 我們昨天的步道會當中 很High的一個畫面 學生在這當中有非常多的唱歌 非常多的上台表現自己 也有非常多的一起站起來 跟好朋友手拉手 一起唱歌 一起搖擺 一起跳舞 這些女學生 真的是比我們想像中的 還要活潑非常多 相信今天 她們一定會在這裡 有更多美好的得著 說到學生火把的國中高中生 你們的聯聚活動也要來囉 9月29號 火把學生聯合聚會 是包含火把教會的國中高中 大學生一起的聚會 叫做瘋狂調色盤 有這麼多這麼多的 威靈女中的學生 這兩天看了我們的分享 我們的信息 我們這麼多美好的敬拜 這麼多的表演 相信她們應該也會有一點 想要來火把教會 告訴你一個秘密 她們的老師呢 昨天就特別跟我問了我們 火把教會最新的一個 主日聚會的時間 到底是什麼時候 因為她們非常想要邀請學生 都來這場聚會 所以威靈女中的 一千兩百五十個學生 加上非常多的老師 都已經知道這堂聚會了 你一定也不能錯過這堂聚會 就是火把主日二加一 在今年的 2013年的十月開始 在星期六的晚上 六點二十分到八點 有在許昌街 有我們的火把第三堂的聚會 歡迎你更多的邀請你的朋友 邀請博中生 高中生 一起來參加這堂的聚會喔 現在呢在我旁邊呢 會後有非常多的學生 圍繞著我們 然後剛才我聽到 他們非常熱情的在說 喔我們要加入服飾 我們要加入當同工 要當什麼同工呢 可不可以跟我們解說一下 你想要當什麼同工 國中團氣同工 國中團氣同工 是因為這兩天 參加步道會之後 決定要當同工的嗎 有一部分啊 但是就是覺得當團 就是同工很好玩 當同工很好玩 那你呢 你剛剛也要說 你要當什麼 呃 我是 他如果當同工 我當然是每一次都會去參加 這樣子的活動 對 因為你們倆是好朋友嗎 對 那我看到你今天有拿到禮物 你這個是為什麼可以拿到禮物呢 呃前面逸祥祖師的時候 就很熱烈的要跟他那個互動嘛 然後結果就上台了 然後就回答了 一個就是有幾個樂器的那個問題 喔 你是怎麼樣在這一千兩百多人裡面 舉手讓在台上的逸祥可以看得到你呢 班上都很合作 都會幫我一起叫 一起叫我啊 原來是要團隊合作 旁邊有一位我們聽說 是要叫他大姐的一個同學 請大姐說一下 這兩天的步道會 你有什麼想法 感想呢 就是 因為之前在這邊 大概差不多三年 然後就參加很多次步道會 然後就覺得 每一次的步道會的感覺 都很不一樣 然後就是 就是多認識耶穌吧 對 那你呢 我覺得這兩天的活動 就是每一次的步道會 都比每一次的更有趣更好玩 然後這一次也多了互動這樣子 對 然後很喜歡這一次的步道會 這一次為你女中文步道會 因為有我旁邊這位徐凡老師 所以 徐凡其實徐凡是牧師 不是老師而已 因為我們一直都叫徐凡 今天徐凡老師 那我們後來了解 他發現他徐凡是牧師 我們在這邊呢 這幾天都有 徐凡牧師來招待我們 他還親自為我們切水果 然後安排這個 安排那個 我們真的覺得 非常非常的感動 不論是大小事 他都在這當中支持著我們 可不可以請徐凡牧師跟我們說 這兩天你的一些想法跟感想呢 我看到火把的夥伴們 能夠在我們當中 早早的來預備 而且很多事情真的是 非常的警醒 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看得非常感動 所以特別是我覺得 有很多的一些教會的姐妹們 也都來整個會場裡面做禱告 其實我覺得禱告是一切 所有服事的開始 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火把雖然是一個年輕的 一個團體 也是一個比較年輕的教會 但是呢 他們所看中的是一個禱告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以上就是本週的Torch News 如果你的學校也很希望 有這樣子 火把教會去布道的機會 那就努力禱告吧 誰一定會為你開門的 祝福你今天好好的享受 美好的主日